我記得我四年前 我每年到夏天的時候 我整個手指 我是沒辦法這樣抵抵的 我追腫包很嚴重 後來有一次 我很感謝那位先生 他騎車是不小心把我撞了一下 結果我昏了下去 我三天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人 等我醒來的時候 頭是瘋了蠻多身頭 從那時候呢 我的味覺就被他破壞掉了 我每次去外面吃東西 人家很鮮 鮮意很鮮 我一直把他當餅乾 這樣子都不知道 所以造成我們伸著身體 腫到實在受毒 後來 醫生跟我做腎臟的問題 不要吃太鹹 那我從那時候開始 就完全沒有碰人 像你的眼睛都沒有碰 然後今年第四年 我的手筋不會量子 都不會量子 這是我自己人真的 手感受的 對啊 講到陶食刀 你們來到這邊不一定要消費 因為你們是來參觀的 那我們有這些產品 我只是跟你們介紹說 現在我們台灣有辭刑什麼東西 以後 需要這些東西要去哪裡嗎 有需要百貨公司 有看到嗎 390 390 好 那 陶食刀跟陶食鋼 都差別在什麼 很多人說 為什麼你有沒有陶食刀 一支兩千五 我在電視購物台買一支 三支啊 990 在菜市場一支300塊 好 這個問題 鋼 裡面是有鍍鐵 有鐵 上面鍍一個磁粉 那我們去 第二次購物台 看到他們的那個 陶食鍋 為什麼可以敲 就是鋁 上面鍍了一層磁粉 就是這個磁粉 鍍一個磁粉 它不能刮 沒辦法讓我們這樣子刮 好 那我們這種刀子 隨便你什麼刮都沒關係 對 都沒有關係 這就是因為我們是純磁 那這種刀子呢 很對不起 跟各位解說一下 如果你裡面真正有真正的刀子 回去看有沒有不要的盤子 畫畫看 你畫過以後 對 你拿去微波拿去蒸 都會均裂掉 甚至你包包玻璃 你不要的玻璃 你也是把它畫兩刀 拿去冷凍櫃啊 你讓我冰一下 都會均裂掉 對 它的硬度已經夠硬到 我們 對 對 不要在餐盤上面切一些 什麼豆腐啊 一些水果類的啊 什麼蔬菜類的 不要這樣 不要有這種舉動 因為擔心 我其實盤著破掉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進去拿去微波拿去蒸 你不小心端出來的時候 破掉的話 那危險性滿高的 因為它熱 很難熱的東西 那 可以來 體驗看看 是小的 有需要的話呢 我們公司也有在販售 一次才兩百塊錢 唯一的缺點就是 先生 你過去不能掛 剩下手OK的 好 你要 習慣性啊 我這樣主刮 我也這樣主刮 啊你們可以來體驗看看 有需要順手 可以帶一支 兩百塊 那水果 水果刀多少錢 水果刀這支是五百塊 我們熊市的 我們熊市的姐姐 對不起 你們的客人 對不起 忘記你在畫面 沒關係 我們熊市的客人呢 買這支水果刀呢 我們都會附這一支 這個 所以是 好 因為這支是 因為我們常常出來的理由 有時候 有時候在 不知道 因為出國可以帶 對 有時候我們要吃水果 方便的話 因為折疊式的 這支五百塊而已 這樣一套五百就對了 對 熊市的 喜龍市的 我們的職場 我們才是大家先送 對 就是等於 一支 對 沒有他也跟我們搶上去 這些嗎 這些嗎 有有有 我們都有正天 給我們想買這支 一樣一樣一樣 也是一樣不怕痠 其實不能痠 而且 這個問題一定要跟這個講 不是因為你剛在 我這支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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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磨成型 我讓你這樣轉 一定是可以的 但是磨成型以後 很對不起 使用頭位 所以說使用不當 當你切到硬的東西 要拐下去的話 你 決定是封嚼 決定是封嚼 所以 這個東西 你要怎麼再使用它 很簡單 你要 還有 這個刀子 就是